2010年 中国吉利汽车 以蛇吞象的姿态 收购了汽车豪门沃尔沃 让国人心血澎湃 而在这种异常复杂交易的背后 就有一家大家听说过 但有智之甚少的公司 罗斯切尔德 这家公司作为投资顾问 从中穿针引线 直接促成了交易的完成 说的耳术能详 是因为宋宏斌的货币战争中 对罗斯切尔德家族的精彩描述 这个家族曾经掌管着 50万亿美元的财富 其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世界的一半 而且世界上的各个主要经济体的国债 也是由他们发行的 如今的世界首富是马斯克 但是其财富也仅仅只有290亿美元 而这个家族的财富相当于170个马斯克 当年全球的黄金开盘价 是罗斯切尔德家族说了算的 罗斯切尔德还是投资银行的开山鼻祖 如此全是滔天的大家族 在今天却闲有而闻 从目前的公开数据看 罗斯切尔德银行一年的营业额 也不过100亿美元 一年的利润也不过20亿 跟之前的50万亿早已相去甚远了 那这个家族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如何从一个百天的小贩 成长为欧洲的第六帝国 当在华里鲁战役中崛起之后 又为何在美国遭遇了自己的华铁鲁 是什么导致了罗斯切尔德家族的衰落 如今真实的罗斯切尔德家族又是个什么样呢 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这个神秘的罗斯切尔德家族的兴衰史 欢迎关注猫眼儿频道 产品点赞是对猫眼儿最大的支持 感谢 犹太人商人精英的起源 在说这个家族之前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为啥犹太人那么会做生意 这样从圣经的旧约说起 这里边有一段话 借给你兄弟银钱 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 你不可取利 对外方人你可取利 就是这么一句话 在犹太人教和基督教的理解上却完全不一样 犹太教理解的外方人 指的是除了跟自己有共同信仰的犹太教之外的所有人 而基督教认为的外方人指的是自己的对手或敌人 所以在犹太人的行为准则中 只要对犹太教以外的人收取利息是理所应当的 但对基督教来说 对一个陌生人收取利息是要下地狱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在过去2000多年里 在欧洲和中东地区能够从事放在收息业务的 一直都是犹太人 所以从这里你大概也能了解为啥犹太人善于做生意 因为他们做生意不受限制 而基督教则没有那么随意 否则会进地狱的 所以你也就能理解了 犹太人是已经传承了2000多年的经商智慧 这种经验的积累造就了犹太人经商的天赋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起源 而犹太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开端 梅耶罗斯柴尔德 也是从金币上赚点差价开始的 12岁的小梅耶父母双亡 父亲也没有留下多少遗产 骨子里喜欢做生意的梅耶 做起了兑换货币的事情 18世纪中叶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德国分裂成了300多个城邦国家 各个国家都发行自己的货币 在不同城邦间行走需要经常兑换货币 所以梅耶就有了生意 因为做的人也多 也只能是勉强糊口 可善于发现的梅耶 看到许多王公贵族很喜欢收集这些不同的货币或规章 做一种乐趣 于是梅耶就有意的收集稀有的货币和规章 去贩卖给这些贵族 一来二去也算昏了个点熟 而这其中有一个人 黑塞王国的威廉王储成为了梅耶的贵人 遇到贵人 想想咱们每个人的人生中 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两个贵人呢 就看你能不能抓住机会了 而小梅耶 遇到贵人就是抓着死活不放 这个威廉王子非常喜欢梅耶的小册子 里面分门别类的 把各种各样的货币和徽章都印在那里边 就经常去找他购买 而梅耶作为一个最底层的人能够结识这样的权贵 知道这是多难得的机会 于是就半卖半送的与威廉打交道 后来威廉父亲去世 威廉王子既认为国王 为了不让这份关系随着身份的悬殊而中断 于是就通过财政大臣把金银珠宝首饰 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威廉国王 维系着这份关系 一直到梅耶25岁的时候才换来了丰厚的回报 梅耶成为了威廉国王的御用商人 顶着这个响亮的招牌 开始拓展自己的商业边界 但是威廉国王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城邦国家 也就相当于德国的一个市 太小了 于是就打起了威廉国王人脉资源主义 威廉国王的母亲是英格兰国王的女儿 威廉的老婆是丹麦国王的千金 顺着这个杆子能开发出大量的资源 圈层可就不一样了 虽然这是200多年前的故事 但在今天依然是非常多人 一天改命的通用方法 不是吗 想想 咱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呢 华铁鲁战役崛起 当拿破仑入侵英国 在英国淡尽粮绝之时 梅耶千县大桥 提出由威廉国王贷款10万英镑给英国 来抵抗拿破仑 这中间梅耶只获得了一点佣金 但在舍之后却得到了更多更多 通过贷款 梅耶跟英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通过英国在欧洲的情报网络 梅耶把自己的五个儿子 派往欧洲的五个地方 建立起自己的横跨整个欧洲的专属情报网 而这个情报网 则让罗斯卡尔的家族 展现出了王者的风范 在军事史上大家肯定都在研究华铁鲁战役的成败得失 但梅耶却趁着这次战役大发横财 当英国惠林顿将军率领联军迎战拿破仑 胜负难料 但是在英国公寨市场 对这场战争的压暴游戏就早已经开始了 如果惠林顿赢了 英国公寨将一飞中间 如果拿破仑赢了 那真金白银买的英国公寨就会成为一堆废质 而梅耶罗斯柴尔德则在两支军队内的中层将领中 均安插有眼线 当联军前来支援惠林顿 而拿破仑陷入孤军分战之时 结局已然注定 当战斗进入傍晚 但还未结束之时 几名信使就悄悄溜出军队 马不停迪的把战事结果的信件 送到罗斯柴尔德第二代掌门人 内森罗斯柴尔德的手里 而内森则指挥着整个家族的教育员 大笔的抛售英国公寨 而人们一看有人大笔抛售 以为是有人得到消息 惠林顿大败了 于是形成羊群效应 纷纷抛售 当公债价格跌到只剩原来的5%的时候 内森则让一批代理人悄悄吃惊 而第二天 当惠林顿胜利的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 罗斯柴尔德家族狂赚了2.3亿英镑 已然成为了英国最大的债主 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当时英国没有货币发行权 所以英国的财政支出是靠发行公债来抽措资金 说的直白眼 就是英国需要向私人银行借钱来过国 而且所有的本息都是以金币来结算的 也就是说 罗斯柴尔德掌控着公债市场 也就掌控着英国的经济名脉 扩张版图 通过英国与各个王室取得密切联系之后 罗斯柴尔德家族把商业版图无限的扩大 把钱借给国家 贵族 甚至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哪里有战争 哪里就有罗斯柴尔德的身影 法兰西路易十八起初发行公债 都不给罗斯柴尔德 因为他觉得罗斯柴尔德就是一群爆发户 配不上他这高贵的身份 但是当法国债券市场近乎崩溃的时候 也不得不低下国王高贵的头颅 请求罗斯柴尔德帮忙 问题解决了 罗斯柴尔德也掌控了法兰西的经济 罗斯柴尔德帮助奥地利首相对外扩张 不久之后 当时全世界最大的两家奥地利野电公司 收入罗斯柴尔德股当中 与英国首相吃饭时 得知埃及国王要转让巴拿马运河的股权 罗斯柴尔德赤自400万英镑拿下这单 梅耶的五个儿子 在动荡中的欧洲左偷右冲 与政商两界水乳交融 使得整个家族在整个欧洲的影响力达到巅峰 被称为是欧洲除了大不列颠 得意至法兰西 奥匈帝国 俄国之外的第六帝国 至此 罗斯柴尔德家族完成了从商贩到欧洲权力巅峰的蜕边 下集咱们来聊聊 罗斯柴尔德家族从第六帝国 为何会变成如今的岌岌无名 都看完了就顺便点个赞呗 感谢关注猫眼儿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